高通膨还有供应链的问题 围绕着全球的经济复苏 不过现在电动车的战举依然激烈 号称是特斯拉杀手的 美国电动车新创品牌路希德 继去年正式量产之后 计划今年下半年要进军欧洲了 经案的记者也亲自试驾 他们的旗舰车 跟特斯拉不一样 路希德推出的奢华电动车 一架要价台币17万美金 大约是台币的 大约是17万美元 台币将近500万 主要是靠性能要打败 特斯拉最相近的Model S车款 而由于百年汽车大厂通用 也把旗下的雪佛兰的电动车 也降价了 希望可以打造全美最便宜的电动车 而另外福特汽车也砸下重本 砸了37亿美金 投资中西部的组装厂 希望可以加速电动车的生产 大批媒体和人员 聚集在二海二洲的组装厂外 等着福特宣布新的扩建计划 加速电动化 福特打算再砸37亿美元 投资二海二 密西根和密苏里州等中西部的组装厂 预计将创造六千两百个全新工厂职缺 总投资的三分之二都会用于电动车的生产 都会已经上市的F150闪电皮卡 以搭乘福特的终极目标 也就是二零二六年年产两百万台电动车 赢过特斯拉 这种动作看在员工眼里代表了就业保障 因为当中还有十亿美元 是用来提升职场环境 福特大刀阔斧 不只投资速度还有销售策略 福特执行长最新宣布 未来所有电动车款将不会再透过经销商 而是直接改为线上贩售 代表不再有溢价空间 相较另一间汽车大厂通用 则不需要溢价 因为他们宣布将旗下 雪佛兰BOT EV的售价调降六千块钱 到一台二点六万美元 意图打造全美最便宜的电动车款 白年车厂放手一搏 因为这场电动车战局越来越激烈 后圈特斯拉杀手的新创车商也来势汹汹 CNN记者亲自试驾 由奢华电动车制造商露西德打造了旗舰版 Air Dream Edition 尽管一台十七万美元和台币将近五百万 要价不菲 却已经销售一空 800公里的里程 933匹马力 被誉为史上续航力最强的电动车 假如拿相同马力的燃油车对照 引擎必须费尽力气 制造大量声响才能达成 但换到的电动车几乎无声 来到车内 驾驶人可以决定要叫出荧幕 还是使用案件 这有别于其他车商 为了压低内装成本而过度仰赖荧幕 却也并非无可挑剔 而提到能源效率 特斯拉一直是目前公认的冠军 但Lucid Air却在性能上 打败了最相近的Model S车款 才刚在去年正式量产 现在打算走出美国 在下半年进军欧洲市场 这间新兴电动车品牌 在欧洲的第一个零售据点 上个月已经在德国慕尼黑开幕 特斯拉粉丝会不会变新 潜在的买家们又怎么选择 各家大厂发动不同攻势 抢十大饼 TVB的新闻 中华报导 中华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